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和钱财有关的现文 文多的人不会为钱发愁 婚姻顺利 财运非常好 他们之所以可以成为有钱人 不需要借助于任何外力 不是家庭出身好 也不是找了个有钱的伴侣 而是依靠于自己的聪明才智 这类人很聪明 善于思考和创新 而且商业嗅觉敏锐 只要身边有商机出现 他们必然可以第一时间发现 并且迅速将钱财赚到腰包中 这类人对于钱财有着强烈的执念 很喜欢钱 也懂得如何钱生钱 他们不管是职场中 还是副业方面 都特别努力 在别人忙着谈恋爱 或是享受生活的时候 他们都在忙于赚钱 二、理财文清晰 理财文是指在手掌感情线上 方有一条平行的文 对于理财文清晰的人来说 在投资理财方面 拥有丰富的理论经验和实践累积 可以轻轻松松获取可观的财富 在职场中 他们踏实又努力 会主动申请加班和出差 这样绩效奖金肯定会比别人多 而且他们工作能力很强 可以为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自然可以得到上司的赏识和认可 从而得到很不错的薪资待遇 在副业上 他们非常努力 总是第一时间寻求赚钱的好机会 绝不会白白浪费时间 在家里躺着睡大觉 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特长 选择适合自己的副业 或多或少都能赚到可观的钱财 另外 这类人不管是购买高风险的股票 还是稳健的基金 都可以将风险降到最低 还能够实现收益最大化 相当厉害 三 手掌有志 手掌有志为极致 手掌有志的人 大多数都是聪明伶俐的 物性很高 很有经济投资头脑 可以利用智慧发大财 他们绝不会随便浪费宝贵的时间 赚钱对于他们来说 是件很轻松的事情 一个重大的投资项目 或者是公司谈成一个大案子 都能够为他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而且这类人偏财运势还特别旺盛 总是能够在不经意之间 获取天降之财 这类人除了财运旺盛之外 他们也很善于打理财富 花钱不存在大手大脚的情况 他们具有很强的危机意识 会为了今后的生活着想和考虑 可以将钱财不断累积下来 但是有一点很好 就是他们并不抠门 看到处于困境中的人 反倒可以积极伸出援助之手 这样肯定能够不断积攒福德 从而让旺盛的财运一直延续下去 四 掌心红润不缺钱 气色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推测 一个人的状态的一个标准 如果一个人的手掌的红润且有光泽 掌心的肉分布均匀 那么就表示此人气色好 精力充沛 自然而然他们的财运就好 宏观焕发 这种人的财运是与生俱来的 天生就赚钱能力出众 一辈子都不会缺钱 财运天生就好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能收获到很好的财富 在理财方面非常擅长 钱能生财 财员滚滚而来 五 手掌多肉偏圆 这种手掌看起来就是比较圆润 所以一看就是富贵的命格 这种手相天生就财运丰厚 赚钱的能力出众 并且他们都是靠头脑赚钱 因此双手保养得更加圆润 这种人天生就是富人命 从来不用自己亲自动手去赚钱 都是靠自己的大脑在指挥 这种手相的人天生守财聚财能力强 天生的富贵命格 六 夫子眼 拇指有如像眼睛一样的圆圈 就是夫子眼 拥有夫子眼的人 衣食无忧 后半生大富大贵 婚姻和谐 女性还能为夫家带来极佳的财运 这类人很聪明 对于财富拥有强烈的执念和追求 而且他们也知道 该如何去赚取金钱 这类人不会赚辛苦钱 基本上都会通过一些重大的项目 在短时间内实现丰厚的财富累积 他们很会理财 懂得如何钱生钱 可以通过购买投资理财产品 获取可观的收益 到了晚年的时候 可能会投身公益慈善事业 有的人靠自己发财 而有的人天生就很有钱 在这个要背景的年底 要一个有钱的父亲 那么才可以成为富二代 怎么判断是不是富二代 可以从首相中可以看出来 一 有很多的财库 在视觉中 手中的线如果形成一个口字形或梯形 特别是梯形接近于象征财富的元宝形状 如果封闭又比较严密 四个脚不漏 属于财库 这种首相是代表着有很强的聚财能力 生活中收入高 还很容易存着钱 所以这种首相的财运很好 一般这样的女性不但自己财运好 而且还会给老公带来好运 亦成为父太太 二 有祖碧文的首相 祖碧文顾名思义 说明有此文者根基不错 成蒙祖上庇佑 从出生就富贵 亦因得长辈之硬币 继承祖业而发财 世世代代都是有权有势 一辈子不缺钱花 此首文起于砍弓 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 这种就是很明显的富二代特征 而长中生有 祖碧文的人一生运势顺遂 是属于富二代的首相 此类人的富贝财运非常不错 也容易受到长辈的青睐和庇佑 他们通常起点比别人要高 所以可以免去辛苦 有这种首相的人就能有很好的条件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如果这类人如果能勤家学习 借骄借傲 适时回报帮助过自己的人 一定能有一番非常好的作为 可以成为有志青年 三 太阳丘隆起 你的手有这种首相的话 则亦大富大贵 从像术学的角度分析 若是太阳丘在无明指的根部 是代表着财富 也就是说 手掌中太阳丘隆起 是表示这个人拥有赚钱的才能 而且工作中奖金也很多 而且意外发财的机会也甚多 也能存得住钱分 不会发生为钱财而累的事 而由此首相者 男 财运好 女 则容易嫁有钱老公 皆是属于大富大贵的首相 这种首相 使人是一个很好的富二代 财运很好 四 智慧线分叉向上 你擅长理论思考 而且你没有以低成功率参与竞争 您不仅涉及金钱 还知道如何使用资金 来最有效的使用 通过合理的推理和赌博 你经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赚钱 这是赚钱专家的类型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财富阶段 不仅在银行 而且在投机事业 如房地产和彩票 但是你在使用钱时更节俭 很容易被认为是一个吝啬或铁公鸡 它不是一个仆人 而是一个可以发给你的句子 五 失业线位于生命线的内侧 如果失业线位于生命线的下半部分 从手掌延伸到中指的底部 可能暗示着童年时期 可能会经历经济困难和生活贫困 这种情况下 你需要通过努力发展自己的命运 努力工作 为自己创造一个成功的职业生涯 尽管起步可能较为艰难 但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 你有望成为职业生涯中的成功人士 另一方面 如果失业线的起点 位于生命线的内侧 即维纳斯山 可能意味着你将得到父母或另一半的帮助 并开始创业 你可能会继承父亲或祖辈的事业 或者受到家人的支持 开始自己的创业之旅 这种情况下 你有着更为有利的起点 可以借助家人的经验和支持 更容易地实现职业上的成功 六 财运线比较粗且明朗清晰 无名指和对面的是财富线 无论你做什么 它都是光滑而丰富的 拥有这种手的人 非常擅长利用资金来赚钱 而且他们越来越兴旺 财富中的财富非常强大 因为水星山负责金钱 而太阳山负责人气 名望 以及与运气有关的一切 幸运的是 在财富线上出现在水星山和太阳山之间的人 通常可以依靠股票或房地产赚大钱 这些都是富二代首相的特征 若和这种人结婚 结婚后不用为了生活发愁 所以你看一下你的对象有没有这种首相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